吴尼腦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带你来关心 随着夏天到来 不少疫情开始夹击发生 近日前花莲出现首例的猴豆个案 13号 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 宣布花莲新增盈利日本脑炎确定个案 目前持续住院治疗 尽管不会人传人 那么花莲县政府仍然呼吁民众 住家邻近应该要保持清洁干净 成人可以考虑自费接种疫苗 避免感染 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 13日公布花莲新增一例日本脑炎的中年人确诊病例 5月底出现发烧等症状 6月初因症状未缓解才就医 进医院裁检后确诊 目前持续住院治疗 由于个案加邻近田野及沟渠等积水且蚊虫多 卫生单位进行相关防治工作 并加强当地民众为教宣导 请各所有的民众 针对自己居家的部分做寻导清刷 就避免这些三班加文 他有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 那再来对于整个前线的部分 我们也有请各有配给各工手环境卫生用料 针对热区 我们会进行前面性的一个喷洒作业 那希望做到一个前面性的一个预防作业 现在是6月份 也是我们日本脑炎 这个号发时期 那在这里花莲新卫生局要呼吁我们的乡亲 家里有幼儿的 出生满15个月 要提醒你们 记得带小朋友到各乡镇市卫生所 还有医疗院所能够接种日本脑炎第一剂 那隔一年再接种第二剂 所有的积水容器都能够倒掉 而且要清刷干净 然后不要让它有机会这个积水 台湾每年5至10月为日本脑炎流行剂 集中6至7月为流行高峰 以40岁以上成人较多 各年龄层都有感染风险 初期有头痛 发烧等症状 严重时可能意识不清 全身无力 甚至昏迷死亡 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方法为接种日本脑炎疫苗 此外保持住家环境清洁 清理积水容器 避免在并眉纹高风险环境附近活动 或穿着浅色长袖衣裤 适时喷洒合格防蚌药剂 记者讲帮演 华林师报导